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参数细节来源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前两节我们教了GET跟POST 怎么去取得这个细节的资料 那就像下面的方式 我要取得GET就在这边 下GET同样问号后面参数的名称就可以取到 那我要取得使用者奉传来的资料 就这样子 写上对应的栏位名称就可以取到 那这两个手法虽然都看起来放在这里 但是其实这两个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GET的来源在这个上面 其实它是一个query的来源 那这边POST这边的话 则是从FORM表单送来的资料 那在Netcode MVC这边 其实它是有隐藏的属性的 比如说这个来源其实是什么 但是它已经有一个预设值存在 所以它这边其实它已经预设 你说这边是从query来的 那你用这样的方式 它就预设说你是从FORM来的 这样子 那所以说其实他们两个前面会有一个东西 但是隐藏没有写 因为不需要写这么多东西 那比如说这里的话 可以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关键字搜寻 那其实它的来源 前面可以加这个标签 那它的来源就是query 但是你不加的话 它因为有个预设值 所以它来源其实也是query 那这边的话来源其实是FORM 可以这样写 那执行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 那它的预设其实 它也不是只有预设这个 它有一个优先次序 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拿下面这个来做示范好了 我再create这一页 比如说我今天会有一个ID 从这里边传来 那我这边的话 用一个v-bay把它存起来 那存起来之后 我再把它传到前端给它印出来 把它印出来 那这边的话 其实我今天就下 从两个来源给它指 一个来源是这一个路由这边 路由这边的那个参数叫做ID 就是第三个网址的地方 它会当作是一个ID的参数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用query的参数 所以我两个参数都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取到什么参数 好那我们就来到我们create这一页 那我们先从query来 Q-U-E-R-Y 可以看到这边成功的取得了 那我们这边不要 我们这边 有没有看到 就从 那如果我两种情况都下呢 有没有看到 这边优先顺序就来了 如果同时存在路由的ID 跟query的ID 那它首先 它会先从这个路由来的 所以它是有个优先次序存在的 那这个次序当然你要自己要熟悉 才不会隐藏的时候 你搞错顺序就取到错误的值 所以通常你在用一些主流大部分的情况下 这一个来源标签是可以不用下的 但是我们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很明确的告诉它来源是什么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第一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参数来源 名称都相同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分别把它取出来 那通常我们会尽量去避开说不同的来源 然后使用相同名称的这个参数 那但是有时候就是专案嘛 还是会遇到逼不得已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我们这边 就先写好两个ID 两个地方都想要取到 好 那第一个地方我们就预设它从这个路由来 那第二个地方我们就预设它从 query来 那但是这边的话 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下两个同样名称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做法 可以在这后面再有个刮符 然后name 我要来的这个名称是ID 我可以在这边重新给它定义来源的名称这样子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把ID2给印出来 最后的话在这边我们就来印下这个值 这大小写应该不拘吧 好没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 分别从query跟这个路由来的这个值 分别会把它印在这个画面上 看看它有没有成功的去辨别两个来源的值 好这边已经打出来了 这边是路由地方来的 所以印出来的是路由 from路由 那第二个fromquery 所以印出来是query 所以代表说我们成功的利用这个来源的标签 将同样的ID分别给它过滤细节到不同的位置 ID跟ID2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成功的去示范这个东西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就是我们今天编辑post的部分 我们会传一个ID地囊 但是有可能会在某个情况下 就是我的资料内容里面刚好也有一个叫ID的栏位 就是这么巧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分开呢 其实跟刚刚的写法是一样的 我就明确的指定说 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从路由来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从这一个表单来的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们这边使用侦测模式 因为这没办法印在画面上 我就用侦测模式 好我这边先随便取一笔ID 然后回到第一笔 表单里面的ID会是11 然后路由的ID会是B8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边下一个中断点 等一下就会停在这边 好那这时候可以看到 从这个路由来的这个ID就是B8 那从表单的应该会是11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11 所以这个标签成功的帮我辨别说 哪一个ID是从路由来的 那哪一个ID是从表单来的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不幸碰上相同ID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个来源标签给它去做分开 那通常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隐藏不写 因为它有一个优先次序 那这个优先次序会是一个主流的这个次序 好那最后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还在示范教学嘛 所以我们这边绝对是很单纯的 可能来源就只有一两个 所以通常都不用写 但是可以看到 我们来瞄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的来源其实相当的多 1234567 7种来源 所以当我们专案可能很大很复杂的时候 这边的来源会一头拉苦 那这一头拉苦的情况下 就很有可能不小心 有两个来源的ID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下这个标签的话 就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错误 所以为了防范这种意料之外的错误 这种一个里面超级多来源的时候 最好还是把每一个参数都下说 它是哪个来源 那这样子以后在维护上的时候 也会人家一看就知道 哇这一堆参数 但是因为它都隐藏不显 你还要去猜说 到底是从哪个来源 那当这里很多参数 你每个都把它标的清清楚楚 那对于日后的维护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像这种就是很单纯的这种 那我觉得是可以省略不标 因为这种一眼看就知道哪个参数 那如果你这边有三四种来源的话 那我觉得标下也无反 而且还可以防止说不小心 哪天你在增加修改程式栏位的时候 不小心重复了名称 那就出现了意外 那还要去找 找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这个标签 没有去做指定才发生意外 所以这个标签你可以看情况 去决定说你要不要下这样子 那我觉得下的是更好 因为可以更明确的锁定 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一定就要从这里来 那这也可以避免说其他地方传ID的话 你其实不想要取得其他地方的ID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明确的去下它 这样子 因为隐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开始示范 就算它隐藏 但是它也不是只有一种来源 它其实是有某个优先次序 如果第一种找不到 它就套第二种 那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你不想套第二种的时候 它还给你套第二种 那可能你的程式就会出现bug 那这样子就不好 所以你很想要明确的 它只要只接收从这里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下这个来源标签 好 那今天这边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细节 它是有这个来源标签指定的这个功能 那就简单的交给大家 谢谢收看